实践国民生活须知运动的全体领队 是在今天上午举行的授旗典礼中 接受了各峰会的会期 市政府秘书长余忠记 在主持授旗典礼的时候 免励各学校、各礼宁和后备军人等机关团体的服务队 努力推展这项活动 各行政区的服务队伍在授旗以后终结游行 各学校的服务队伍也立刻展开活动 市立台北中学的女学生 在火车站和公路车站 劝导乘客不要乱丢果皮子去 他们都很和气地往言劝解 他们也把推行国民生活须知运动的传单 送发给乘客 台北市的各重要路口 今天也有各学校的学生组成的服务队伍 协助维持交通秩序 劝导行人不要创红灯 台北市各礼宁和家庭访问的队伍 今天也都同时展开活动 谢谢大家